想說這個廣辭已經這麼久了 大概有四年了 討論了四年 我們四年前我們就希望把那個圍梨打開來讓大家進去 就說我們不是有台北好好看嗎 為什麼不能福德好好看 這個是我不懂的地方 當時是博德公司 是一個私人的開發商 我們抗議很久都不能如願先享受這樣的一個綠地 現在是台北市政府自己拿回來做開發 這種情況下為什麼福德還是不能好好看 你們在這個台北市看 常常有一個那個小小塊很小塊的地方就披層公園了 私人都可以做到 為什麼 台北市政府四年做不到 現在 剛剛說這個設計啊 還要什麼計劃 設計什麼會議啊一大堆 那剛剛有說可能還要兩年才能動工 我們已經延宕四年了 有在旁邊有這麼大的綠地 高牆內的春天 我們以前圍起來 大家都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樣子 現在 我們已經延宕四年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給我們兩年 我們不知道多久 可不可以 拜託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剛剛說四月幾號 四月初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做這個 斷根移樹的工程 可是我們知道今天才開會定案 所以我不知道在這之前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就表示說我們還沒有這個計劃 都市計劃的修正都還沒有定案的時候 為什麼就可以先做移植斷根施作的這個事情 這是我不了解 因為原來我們有樹保計劃 樹保會議沒有通過 樹保會議沒有通過 就是表示我們不曉得 那裡面到底是 到底最後這個 這個樹保委員會不會同意這幾棵樹 我們知道之前我們說五棵樹在佛德的時候 一開始是五棵樹 現在說十四棵樹 好像是台北市政府要說幾棵樹 就是幾棵樹 但是這是有法律規定的 所以這個是不是可以請這個 這個來官員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可以在今天才定案 在這之前就已經移植了好多樹 出去了 我想第二輪的話 然後就是說你中發問的那個順序都已經完成了 那吳先生剛你的問題我幫你問了 十一米計畫道路的功能到底是什麼 我幫你問了 那我想綜合一下那個 是 我做了 我做了